對 但是我覺得他是非常會跟 以紀錄片來講是非常會跟受訪者之間 保持一個什麼話都可以講的那種通常關係 對 這一點其實就 紀錄片來講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 像我們拍劇情片的就會覺得幾乎很像超能力的 所以你本身是會看紀錄片的嗎 我會看 但是數量比較少 就是可能只是偶爾信息的來潮 我們才會看一下 或是我想要看某個特定的題材的時候就看一下 好啦 我們今天我跟彩琳有要做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這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新資料夾從來沒有做過訪談的內容對不對 沒錯 這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做 所以我們還叫做新資料夾嗎 應該要想別的名字 我們現在還沒有名字對不對 對 那我決定我們之後再補錄這個名字的部分 或是沒有也沒關係 第一集就叫訪談之道 訪談之道 我們完全不了解 到底什麼叫訪談之道 對 可是我們有沒有聽到第三個聲音 那個不是我聽錯吧 真的有第三個人對不對 絕對不是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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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三個人耶 好扯喔 好 那我跟你講第三個人呢 這個其實是 雖然是我認識很多年的一個老朋友 他其實是一個電影導演叫徐漢強 這名字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噁手 徐漢強其實之前有導過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 返校 返校 返校這個導演 然後他事實上其實從事電影導演的工作 應該說從事導演工作 應該 二十年 今年滿二十年 你的二十年的那個起點是從哪一部片開始 從我第一次短片參加影展開始 登陸現實嗎 登陸現實前面有個短片版 我沒看過 是在學校的時候做的那一種 對 然後大四的時候我就開始籌備請登陸現實了 所以我就為了那部片嚴閉一年 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零四年 你是不是以為說大四做作品 那應該是學生壁展那種東西嗎 對啊 不是應該是這個 第一部短片的確是學生壁展 只是他開始跑影展 因為他那個時候那部作品 其實我覺得已經算蠻屌的 因為我有看到 然後他那個東西其實我記得 他得金鐘嘛對不對 他得金鐘 因為他是那個時候有放在公視的 那叫什麼 人生劇展 對人生劇展 是那一部讓他有那個什麼 金鐘史上最年輕的導演的 因為那時候大學還沒 對 所以碧製作品其實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成績 這個 先說明一下 他其實本身這個 徐漢強導演他是 世新大學的畢業生 那對世新大學這個相關科系的畢業生來講 能夠在大四的碧製作品裡面 就可以得到像這樣的一個殊榮 或甚至於說 可以入選人生劇展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嗎 那是個特例 因為我原本在大四的時候 是先排了一個碧展的 短片 那我的畢業製作就是 跟請登錄現實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它是一個十五分鐘的短片 然後是那時候指導老師看到 就說 問我想不想把這個東西 變成人生劇展 他可以 用他們公司的資源幫我們申請 對 然後就把我當掉 讓我言比 是為了這個原因嗎 他就說 他是故意的 那我給你五十五分可以 我說應該可以吧 我不知道 不及格的分數 我不知道要挑幾分 第六十好像隨編 對對對 好像不是很在乎 可是你這一步得獎之後 你身邊做一樣事情的人 有覺得 哇好厲害喔 真是羨慕這樣嗎 當然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喔 但是每次聽到我都很困苦 為什麼 有沒有第二種人 第二種人就是說 他會在你的那個 學校的那個拖鞋裡面 放到圖釘之類的 比較像是那種想像中的圖釘 喔 OK 真的放圖釘裡面會出事 然後還有你的圖釘 但你是那種面對誇獎 會有一點無法接受的人 對 我好像內建一個沒有辦法接受誇獎的 是有點像冒牌者症候群那樣 對對對 從小就是這樣 你現在還有嗎 現在更嚴重 我不知道欸 我就是對於 好像有人要誇獎我這件事 我覺得很怪 因為我自己感覺不到 因為有些人做完作品之後 會覺得說 天啊我做的東西好棒 我覺得徐岸強呢 是我這個 算是過去這十幾年來 認識的朋友裡面 我覺得最有才華的一位 因為他其實齁 不只是說 才剛剛出道 就以請登錄現實呢 得到了這個金鐘獎的 這個最年輕的得獎者的 這個頭銜之外 他同一時間呢 他本身喔 私底下 他還跟一些朋友 成立一個團體 叫什麼AFK 那AFK呢 當時做了很多 非常有趣的一些 線上的一些短片 那時候主要都是 用這個魔獸世界 拿來做為素材 那 雖然久久才出一次片 大家常常在那邊敲碗 但是問題是 每個人那個敲碗的心情 都是希望說 我這輩子不知道 要等多久才能再看到一次 AFK的一個傑作 除了一些私下的作品之外 他最後還做了一個返校 返校應該算是你的第一部 算是正式登上大螢幕的作品 對不對 是是是 一出去 哇就直接石破天津 啊 有哪個人的第一部電影 就能夠得到這麼好的返校 蠻多的啦 哈哈 你剛剛有說 好像應該是有這種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現在就是努力的想要刺激他的 你想要讓他承認說自己其實很不錯 這樣 但你看就會得到吐槽 哈哈哈 但是因為你說你進入行呢 其實從請登陸先止到現在 差不多有20年的時間嘛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呢你拍第一部作品 其實返校大概是2019嘛對不對 五年前 你入行一直到你拍第一部的電影作品 其實是 隔了十幾年 隔了十幾年時間 這中間到底在幹嘛 就是像剛剛一樣啊 就是很多案子籌備籌備籌備 劇本寫寫寫寫 然後就擺在那裡 這是一個很挫折的歷程嗎 那個時候是蠻挫折的 就會覺得啊 是不是要轉行算了這樣 因為你案子一直開不起來嘛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剛好處在台灣電影一個很不景氣的時候 比較低潮的時候 對對對 那時候平均一部台灣電影的預算 大概是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 嗯 台幣就是非常非常少 只要我那時候常常會看到那種 影劇新聞稿 就是某劇組開慶功宴 就是慶祝票房 突破一百萬的慶功宴 哈哈哈 就哇塞 突破一百萬就可以開慶功宴 突破流下眼淚 對起碼它是個漂亮的數字這樣 嗯 我剛好選了一個最低迷的時間 開始做創作 但是你熬著大概將近十五年的時間 對 那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和廣告啊 還短片啊 還短片不會賺錢 主要是廣告 OK 但是他有幫助讓你過一個 怎麼講 體面的生活嗎 不體面啊 有幫他講房租就好 其實像那個 AFK的那些影片 也算是我的收入之一 對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他算是有商業合作的 跟這個魔獸世界的原廠 嗯 他其實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嗯 但我相信他給的錢 有到非常的慷慨嗎 有這麼多廣告可以拍嗎 沒有其實就很像是 給學生製片會有的那種錢 哦 對那我們量又很少嘛 我們差不多就是一年出一支 所以那個東西比較像是一個外塊 我還記得在那個 他就是都沒有在拍片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偶爾 可能在線上會聊天 但是真的很偶爾 maybe一年大概可能兩到三次吧 但每次聊的話題有很高的機率 都是在講恐怖片 嗯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我們好像有個共同的頻率 是在講恐怖片 而且通常是蠻久以前的恐怖片 對 李星傑演的嗎 比這個再早一點 比這個再早一點 我印象中最早已經是李星傑的鬼片 你說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劍鬼吧 他以前不是有一陣子很常愛鬼 然後他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非常喜歡李星傑 他完全是符合我個人心目中的 算是理想型 後來他去拍劍鬼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也覺得說 哇他這部片的表現也非常好 可是沒想到他沒隔多久 我就知道說他跟電影導演 其中一位 我記得他是雙胞胎雙地嗎 泰國導演 對他直接就跟他交往 我當下真的是垂心肝 幫你屁事 幫你屁事 不是應該當下勵志當恐怖片導演 當下勵志就太過發展 因為職業路線已經不小心在 這個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我就已經選歪了 所以已經沒有 失去了這一條路的可能性 但是你還有 你還有這個可能性 我還好了沒有這種夢 所以恐怖片算是你個人 最喜歡的片型嗎 我其實很討厭拍恐怖片 為什麼 雖然我第一部場片第二部場片 都跟恐怖片有關係 但我覺得我是 像瓜姊剛剛講 我其實是很小就喜歡 開始看恐怖片 那你很小就開始看之後 就會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你會對後來恐怖片的 要求越來越大 就是我現在記得 所有我喜歡的恐怖片 大概起碼都十年以上 你最近沒有在看恐怖片 還是你覺得好看的 都是十年前 對就是我覺得那是 當人開始老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看的東西 都是你一小時候看過的東西 就現在會覺得好聽的音樂 都是以前那一週間的猜疑 你知道嗎 我最近必須 我說 我有一個很扭曲的心理 就是大概最近這三年 突然間有一個 這個影視公司呢 大方異彩 連一般就是 對電影不是非常 非常敏感的一些 一般觀眾 看到這個招牌 都會覺得說 這應該是很酷的電影 就是A24嘛 對 是是是是 那但是因為我也是 已經有點年紀大了 對 那我看到一個像這樣後期之秀 他拍了一些比較特殊的片 引起大家注意 我內心就是會對他 有一股強烈的厭惡感 是是是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 你當我的意思嗎 我理解 就是有一種 他有那麼厲害嗎 對 就是眼紅啦 你有感覺就是眼紅 對啊 因為的確 就是A24這個牌子出來的時候 其實到台灣 目前在產業裡面 聽到這個名字 都會得到兩個很極端的反應 一個叫做 好棒喔 所以A24好像 好想要像他們一樣 可以這樣子製作片子 或者是行銷 因為他們是行銷公司起家的嘛 對 所以他們非常會做視覺 跟行銷跟包裝一部片子 對啊 那另外一派人就是覺得 幹臭文青 哈哈哈哈 有欸 有還是有聽過這種說法 但是我雖然儘管是這樣講 但是A24的大部分電影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可能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片 我還是都有到電影院去看 是是 然後而且很多我也有被娛樂到 或者是被受到感動 是 所以我不得不說他就真的是蠻厲害的 真的是蠻厲害的 可是要我發自內心的說 他就是現在最屌的這個電影公司 說不出夠 不行欸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是你有覺得比他更屌的嗎 就像剛剛有說的啊 因為我們覺得心裡面有很多的真正的經典 我們都會覺得遺留在十年以上的時光當中 可能超過了 可能超過了 因為他拍電影已經二十年了 三十年 應該三十年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像譬如說你覺得現在 讓你隨便挑你可能最棒的 或者是你覺得最值得一提的恐怖片 你會說是哪一部片 我們既然都講到A24了 蛤 所以你還是要講A24的嗎 我還是要講A24 如果要講最近的話 我很喜歡那個 Ari Aster 仲夏夜跟蘇原那個導演 還有寶可惡夢那個導演 唉呦寶可惡夢 寶可惡夢我想看是去年還是今年的片 去年 去年對不對 可是我好像是今年才看的 然後我看的 至今依然沒看 你自己還沒看嗎 對 那你剛剛在講什麼 沒有我是說我喜歡他前兩部片 喔 對對對 但我不得不說寶可惡夢 算是我今年有看的電影裡面 我個人覺得算排名很前面 應該有前三名啦 因為我其實算是蠻受震撼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講 我覺得他的觀看門檻其實相當的高 然後我覺得一般的觀眾 有可能會覺得他很巨人於外 大概是這樣 因為甚至於不能理解 他到底算是恐怖嗎 還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一部比較像是他韌性的作品 因為他前面兩部都是很類型 我覺得大家都看得懂的 對對對 典型的類型片 但是如果說今天不考慮說 要講最近的話 譬如說10年20年以上而已都可以 有哪些片是真的你覺得說 對你有很大的影響 覺得哇 我當年就是看了以後深受震撼 所以我之後拍恐怖片 可能都受到他的影響 我們以前聊過嘛 怪談比流子 怪談比流子 你知道這部片嗎 比我太陽 看那個就是可能超過30年以上的東西 怪談比流子齁 他其實原作是叫做 朱星大二郎的一個漫畫家 他應該有4050年以上的歷史了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不四處的天才 他的很多作品到現在來看 你還是覺得 很變態 很特別 那這個比流子是朱星大二郎的漫畫作品 後來有人把他改編 我忘了導演是誰 總本敬也 是總本敬也嗎 是總本敬也 原來是總本敬也 所以那個風格就超搭的 對 因為總本敬也的東西也是怪都不行 反正他後來有一個日本導演 叫總本敬也 把他改編成電影 可是也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劇情先不要管 有一個畫面到現在大家都非常印象很深刻 就是人的頭斷掉 然後長出蜘蛛的腳在地上爬線 對 但是後來其實有很多西洋的恐怖片 其實也有類似的場景 那我覺得比流子應該算是他的爛傷 那那個年代 沒有太多的CG動畫特效 所以這些都是用一些看起來 有點假的 逐格動畫 反而會有一種 我覺得那個叫什麼 恐怖故 因為他真的就是一個道具在那邊 他等於是一格一格的 像是偶動畫那樣子把他動起來 所以你反而會感覺到 那個動態是 就是他看起來像人 但又做不是人 我們看得到的那種 詭異的動作 就更可怕 所以比流子呢 我覺得算是在日本的恐怖片史上 有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痕跡 那時候小時候很大的創傷 是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會嚇死 那你的電影裡面 曾經有採用過 類似像別流子的概念嗎 沒有直接用他的手法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東西 不是抄得來的 我一直覺得 總本鏡也很像是 喜歡髒髒的東西的 Guillermo del Toro 哦 就是他很喜歡 弄一些怪東西 黏在人身上 然後做長相很破碎的怪物 Guillermo 然後我們要怎麼介紹這個導演 隨地情深 隨地情深 對對對 楊南的迷宮 楊南迷宮就是有一隻手是眼睛 對對對 眼睛是手 然後那個導演 後來好像有在Netflix上有一部 又算是影集嗎 是是是是 那種很獵奇的那種短片 恐怖故事集 對對對 返校那時候其實 受楊南迷宮蠻大的影響 就是因為他一樣是一個政治作品 講一個歷史 因為那個政治局面所造成的悲劇 那個主角為了要逃避 所以幻想出了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所以他是有點穿梭在現實 跟他虛構出來的這個奇幻世界 你現在講我才突然之間發現 因為以前沒想過這個關聯性 對對對 因為他的確在楊南迷宮裡面 他也是有一個想像中的一個怪物 對 就是剛剛講那個眼睛 有一個世界觀這樣子 然後在那個裡面 那在那個返校的世界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類似的 就是虛構的怪物 是 那時候參考 比較多是這部片的調性 還有他怎麼把那個現實世界 跟奇幻世界的比重抓出來 對 就怎麼用那個奇幻世界去 譬喻現實中 他沒有辦法面對的痛苦 那所以最近呢 你可能又在 也是孵了大概兩到三年左右的 一部新電影《鬼才之道》 那你覺得他算是一個恐怖電影嗎 他一點都不恐怖 就像我剛剛講我不會嚇人 我在拍返校的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我超級不會嚇人 可是返校的反應很好耶 對但沒有人會跟你說返校很恐怖 你覺得咧你有看嗎 我有看啊我有看 那你覺得恐怖嗎 我覺得是比較是氣氛很詭異 但你不會覺得是像在看恐怖片 或鬼片那樣 就你是被裡面的氣氛影響到 然後覺得有一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但不會是對 對我喜歡去玩那個氣氛 然後引起觀眾的注意在 他們沒有預期的情況下突然嚇他們 這件事我不是很擅長 因為我覺得徐漢強齁 就我跟他這個多年來 雖然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我們也不是那種 一天到晚會互動的那種對象 所以我不敢說認識他很深 但我應該會感覺到 他應該是那種 不喜歡俗爛苛舊的那種臭文青 所以呢 你叫他在電影裡面安排一些 很普通的jumpscare 他應該是沒有辦法的 但這部片超多的 但都在嘲笑 突然又要死他 但是都在嘲笑jumpscare jumpscare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可能譬如說 什麼突然用很大的聲音 對對對 一個大鬼臉突然蹦出來 對 或者是說 你可能一轉頭突然有一個 這個門突然關上聲音 蹦 欸是什麼意思 或是你走過一個轉角 突然跑出來一個東西 對 這種簡單的東西通常都很有效 但被嚇到突然會很生氣 對 因為你會覺得他在操弄你的生理反應 而不是他很認真的去營造一個感覺 就會超氣的 對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些早年古典的那種恐怖片 我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早年的CG特效並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弄出一個 就是以假亂真的怪物 其實沒有很容易 像天魔啊這種恐怖片 它完全是用氣氛讓你感受到 那種壓迫感 跟那種讓人覺得很不舒服的感受 是是是是是 我小時候也超喜歡天魔 其實我覺得後來我記得 像這幾年我覺得有部片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呃是什麼 Drag Me To Hell嗎 Sam Remy 因為Sam Remy之前其實拍那個蜘蛛人的時候 對 第三集的時候算有點滑鐵爐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他玩開了啦 他玩太兇了 對對對 他拍出了一個大家都覺得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我知道該認真看待還是要吐槽 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懷疑他作為一個這個導演的才華 後來他就跟著拍了一個比較小品的作品 然後回到他的老本行 然後我們恐怖片 反正總之我記得在那部片裡面 他就是 我覺得他也沒有用很多很華麗的特效 但是他裡面就是用那個那個惡魔存在的氣氛 然後那個女主角呢其實一直處於一個就是好像被獵殺 然後最後被拖進地獄的那種恐怖感 然後你感覺到那種強烈的壓抑 他非常擅長玩那種很像B級恐怖片的手法 就是血肉很肥 但是那個血會故意做得比較卡通 對 然後人的肢體都好像是 很像我們在玩真人快達那樣子 這個是早年那種 我們常講有一個有種類型 cult movie 就是邪點 邪點電影裡面其實會常出現的那種內容 像譬如說以前魔界的導演 他的那個很有名片嘛 星空防禁地 他本身就是 就是玩弄很多很狗血 但是狗血到你幾會覺得好笑的特效 對 就是Sam Remy也是同樣的路線 對對對 就是他們就是那個時代有好幾個導演 都在做這種很像 有點剝削式的B級恐怖片 這讓我想到 那個叫什麼 什麼什麼Planet 那個那個 Lonely Planet 不是Lonely Planet 對 有感覺 聊鬼可以聊到你會跑出寂寞星球 回到行腳節目 對 對 就要在聊美食 對 那個Pod Fiction的那個導演叫什麼 Quentin Tarantino 對 Quentin Tarantino 他監製的那個作品 對對對 不然那種Tarro 對 恐怖星球對不對 那個是他監製 但是是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Roger Gaze 對 墨西哥 對 墨西哥導演 就是Sin City的那個導演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那部導演 他後來在做Planet Tarot的時候 他其實裡面 也是一樣 就用了很多很荒唐的 B級片的那種手法 B級片的一些內容 就是手法 譬如說女主角中間她的腿就被砍斷 然後所以你會覺得說 蛤 女主角腿被砍斷 後面要怎麼演 他後面直接告訴你 他兩條腿直接裝上機關槍 對對對 超級莫名其妙的 進化 對 對 那個就超級山莫雷密的 那你覺得 其實台灣這幾年 有任何一個導演 拍出來的這個恐怖片 你覺得是不錯的嗎 我覺得Joe很厲害 以恐怖片來講 他算是有找到一個新的路線 所以他整個不是做假紀錄片嗎 對啊 我們前陣子啊 上面不要看啊 我們要拍一個短劇啊 因為我們想拍一點恐怖的橋段 所以我們還特別去問了 就是那個Joe 他們的那個家的場景在哪裡 我們還有找到 我們去借了那個家 他有拍一模一樣的畫面 對 那就是拍搞笑的 是 對 就是我們找了一個人演小朋友 然後在那個家裡面 因為 就在那個Joe的那個家裡面說 媽媽您看那邊 他的燈一直一閃 我記得我看過那片 我看過那片的時候討厭 討厭的爆炸 對 因為我記得在看Joe的時候 那場戲就是 因為那場戲很久 就是你一直看燈那邊閃 然後有人要出來不出來 所以我記得在看正片的時候 那邊一直讓我壓力很大 所以看到你們拍那一片的時候 就會很走人 但其實那個東西 老實說就有點像我們這次鬼才知道在做的事情 我們把很多很常見的鬼片的橋段 或者是你認知到的恐怖片會走的公式 但是我們讓你從鬼的角度來看 喔 這件事 這講起來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又是 臭文青的講法 但我覺得它 它是一部看起來很厚色的電影 是是是 臭文青超愛用厚色這個字 因為厚色的意思就是說 你用某一個東西去討論那個東西 好絕對講 你用恐怖片來討論恐怖片 對 我覺得剛剛為什麼問他說 你這個覺得它是一個恐怖片嗎 原因是因為其實在我的角度 如果你有看預告 對 或前導影片你會發現 它其實好像看起來不是恐怖片 比較像搞笑片 我自己看的感覺 它是一個喜劇啦 對 但是它在那個世界裡面所有的人都是鬼 對 人類都是被嚇的人 對 人類都是被嚇的人 它沒什麼個性 對 它其實就是在講說 它把每一個鬼都想像成是一個電影劇組 他們都要為這個鬼 設計一個完整的 比如說人設啊 世界觀啊 然後要讓這個 它的人設跟世界觀 還有一些獵奇的畫面 去驚嚇那些人類 那透過驚嚇人類這件事情來獲得 我不知道獲得什麼 我們有設定一個世界觀的規則 就是說 你如果要在人間繼續留下去 你是需要某種簽證 簽證 對 有點就是我們裡面虛構了一個 管理在滯留陽間的鬼的官方組織 叫鬼委會 鬼委會就是負責發簽證的單位 那但是它要發簽證給誰的標準在於說 你這個鬼有多有名 比如說你今天你是紅衣小女孩 就是每年都續簽證 對 因為他們是靠那個人類的供養來當收入 人類的恐懼嗎 不是 就是人類會 就是有時候你出事了 你會找道士來做法 做法之後會燒錢嘛 然後燒吃的 是最少供養 對 它就會有資源這樣子 對 就是他們是靠那個方式在 留在陽間生活 所以換句話說 你如果是很有嚇人才華的鬼 你就可以一直留下來 這有點像是 其實有時候有一些那種幻想作品會講說 神的力量來自於這個信眾的數量 對 是 是 有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鬼的力量呢 就來自於說被他嚇到的人有多少 然後如果說他今天有很多人被他嚇到 他那個恐懼感夠強的話 那他這個陽間的存在感也會變得很強 其實正好我看過有一部漫畫 它有很相似的一個設定 那個漫畫裡面的世界觀就是說 在日本有很多的都市傳說 什麼獵口少女啊 或者是什麼廁所裡面的花子啊 但是呢 因為以前這些都市傳說 在小學生當中呢 都流傳很廣 所以他們的存在感都非常強大 可是因為這幾年 因為可能網路啊 各種科技的盛行 所以導致這些都市傳說 就沒落了 所以他們變得嚇不太到人 所以他們存在感越來越薄弱 所以他們必須想辦法 要創造新的都市傳說 讓這些小孩被嚇到 其實很像 聽起來真的蠻像 對 但我不知道你說漫畫是哪一部 你又想不起來 我年紀大了 我年紀大了之後 就是有這個毛病 可能要幫他們準備一下水 好 你是要水還是要 水 我已經喝了兩杯 再喝下去出事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那個 stop一下 你需要水嗎 你已經有了 天啊你的水怎麼那麼高級啊 是一個很無聊的故事 蛤 這水也有故事 不是 不是 因為我那天要去超商買水 然後我都買常溫水 可是價值上的常溫水 很多都是剛剛從冰箱拿出來退冰的 然後只剩AVN是真的常溫的常溫 超無聊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Good to know 你看看我的常溫水 怎樣 這是放在水壺裡面 你知道這個就叫環保 你聽過這個 你聽過環保這兩個字嗎 想在一起 環保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買一個瓶子 然後你可以不停的放常溫水進去 我可以放各種我喜歡的常溫水 對對對 我們家的那個貓過來跟你打招呼 他叫寶寶 寶寶 因為他只要 他喜歡在有陌生人的地方晃來晃去 他沒事也不會叫啦 但他就是喜歡陌生人 我不能講說他不會攻擊人 但是基本上不會 他只會攻擊你 因為你都自願把手給貓咬啊 我也是這種人 蛤 居然 我也是這種人 真的 我覺得這算溺愛 導演其實 以前也有養貓啦 然後 但很不幸的就是其實他 就是 我這幾年想要過世了 但說真的 這個是題外話不一定會撿進去 但就是 我家的貓就是 剛過世的時候 第一代的貓剛過世的時候 其實也是隔了好幾年才有勇氣再去養貓 真的 因為你害怕再失去 而且你會害怕忘記要長什麼樣子 蛤 你會覺得無縫接軌實在是太過分了 對不起上一隻 倒是沒有往這邊下 不需要對貓放這種人類的那些道德規範 而且是單方面 單方面 但是題外話就是說 你沒有貓的時候會很想要養貓 可是當你有貓太長一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你又會覺得 沒有貓那段時刻也有一點珍貴的地方 因為你出國是完全不需要掛心任何事情 對 你不會每次出門回來都懸在那邊 對啊 因為家裡有一個很需要你的東西在等你 像譬如說你現在做導演工作嘛對不對 真的是我們繞到很遠的地方去 做導演工作其實理論上來說 尤其是你現在導的片 不單單是 可能面對台灣市場 你可能其實多少也是要對國際市場 要有些努力 有啊他們有去堪稱欸 對 為什麼想好像沒有想好像 除非你是走影展路線啊 你是藝術片然後走影展路線的話 可能在國外努力這件事會比較有用 通常你如果是要做比較主流市場的作品 然後你的主要的市場又在台灣的話 老實說現在其他國家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喔 對 因為我想說其實做導演感覺上好像 應該也常常需要出國吧 參加很多活動 是是是是是是 還是會啦 好啦但這題外話啦 我們回到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到什麼 好像開始講鬼才的劇情嗎 喔對阿對阿 忘記現在在幹嘛 對 就是其實我們剛才講說鬼才這個東西 它是 鬼是怎麼留在人類世界的 喔對對對 要需要有簽證這樣 其他影片其實好像是 兩年前 要更早 2020 2020 四年 哈哈 就是拍完返校的時候 弄 而且前導裡面我記得有大概六分鐘 它是個短片 對對對 它雖然說是一個短片 而且這個短片 以後見之明來看 應該算是製作非常前期的一個內容 但是它的拍片的 不管是技術 還是說參與的演出者 都已經是 讓人覺得有一種非常promising 就是好像很值得期待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內容也非常的特殊 我覺得是過去台灣很少見的一個片性 你會覺得說 在那裡面出現很多很有特色的鬼 每一個鬼 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劇組在來支持 就好像這部電影裡面 同時有很多部小的電影 這些小的電影呢 都在拍很多不同類型的鬼片 然後這些鬼片呢 就是各出其招 想要辦法讓自己成為最厲害的那一個鬼 嗯 好會講 你要不要去寫電影 我把你的話嘲笑 這段就成為我們的電影敘述 我覺得它很酷的感覺 甚至激起我的嫉妒心 對對對 太容易嫉妒 太容易嫉妒 先去嫉妒A24 對 就算你覺得說 這麼好的題材 哇 你怎麼會沒想到這樣 被挖掘了 對 好酷喔 但是沒想到我覺得我後來無消無息 沉積了四年 就那時候還沒開始寫劇本 喔 所以是先有一個想法 你就趕快先把它拍成一個短片 對 那個前導短片其實 來中去脈蠻複雜的啦 就是 因為 我是先想到這個idea 但是因為老實說這個idea 你不先試著拍一遍的話 你不會知道它到底有沒有效 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它沒有任何的潛力可以 可以考劇這樣子 我記得那個片裡面已經有像什麼 陳柏玲 然後還有女主角 張榮榮 張榮榮 其實我覺得都是在台灣算是非常重要的演員 那裡面還有出現一個 這個人就是 你知道嗎其實我覺得很多導演 都很喜歡做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 喜歡在電影裡面固定放一個自己最喜歡的 啊 裡面有一個演員叫瘦瘦 他是一個 他雖然叫瘦瘦 可是他其實是有點胖的 他是在跟陳柏玲搭檔 然後搭檔 然後演一個就是長頭髮的假女鬼 然後在路邊 然後那個 那一個演員其實 大家注意看的話 幾乎徐漢強的所有的 不管短片或者是 呃長片 都有這個人 就是沒事就會找到來客串一下 我想想看 很多導演都有這個人嗎 像那個好舉例來講 諾蘭很喜歡用那個 Gillian Murphy Gillian Murphy 對對對 或是漫威都會有Stanley 哈哈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個模式 那是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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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導演都有一個 像這樣的人啊 其實鬼才的 所有的主要演員 幾乎都是這樣子的 來由 就是包括陳柏玲啊 張榮榮啊 王靖啊 還有很多劇場演員 其實都是我 多年合作的夥伴 對對對 從拍短片以來 一直合作到現在 像譬如說柏玲跟榮榮 我跟他們認識非常非常久 從我在拍短片的時候 嗯 張榮榮就演 張榮榮就演過我的短片 那個匿名遊戲 對然後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啊以後要一起拍長片 一起拍長片 然後陳柏玲也是每次到久 啊以後要一起拍長片 一起拍長片 然後認識就講了十年 嗯 那終於合作了 對對對 所以我這次就有點想說 喔既然我們需要這麼多角色 那就我一次把所有的那個 人情債全部還完吧 那一次解決 對對對 還欠誰什麼東西 來來來都來都來 但這部片 因為你已經有過一次 返校成功了嘛 所以有因此使你得到 更多的資源嗎 嗯應該是說 返校的時候 因為它是 原本就有一個故事了嘛 它是我們是改編的 嗯然後它有很沉重的歷史包袱 嗯對有很多東西 你得要走在一個很小心翼翼的路線 才有辦法把這個故事講完 嗯 鬼才知道這一次的話 就比較像是 他們基本上就放給我完了 嗯 對就是對我來講 鬼才知道比較像是 實際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片 喔 對就是 可能更貼近我自己一點 嗯嗯 就是它是一個有點諷刺的喜劇 然後有一個架空世界觀 然後很多角色在裡面刷白癡 那個路線比較像是我實際上 原本都在做的事情 之前返校有得到那個 最佳改編劇本 然後那時候 那個導演你有受訪說 你好像很不滿意 返校的劇本 那我想問那現在鬼才知道 你有滿意 有滿意一些 比較滿意 就是還是很多遺憾 對就是每次寫完的時候 我就只會想到說 天啊我那個東西 為什麼沒搞定 然後到底要怎麼弄 我就很想知道 怎麼樣把那個問題解決掉 嗯嗯 比如說返校那個時候 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故事 本來遊戲的故事 是一個碎片型的故事 就是它不是線性的 對 所以當我們試著用線性的方式 像記憶拼圖那樣 對對對 就是你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給你看一段過去 然後但是你要最後玩完遊戲 你才會把故事拼起來 嗯 但是你拍電影的時候 你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不能 記憶拼圖就是這樣 記憶拼圖 記憶拼圖還是有一個脈絡 它只是反過來做 記憶拼圖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有兩條線嘛 一條線是順著走 一條線倒著走 其實跟天能一樣 對對對 它喜歡玩那個時間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故事進程在走 嗯 但是返校的狀況是 它全部都是片段 那你到底要怎麼把這個故事 結構起來就超級困難 嗯 尤其就在遊戲 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身為玩家 你去操作方瑞琴這個角色 你其實目的其實是為了要解謎嘛 玩家有一個很足夠的主動動機 來進行這個故事 可是你在改變成電影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從故事的角度去 思考角色的動機是什麼的時候 就會要幫他們生出很多 原本不在遊戲裡面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卡了超級久 就發現那個媒介之間的轉換 真的超級困難 嗯 那你覺得你算是怎麼講的 你有交出一個 你覺得還算滿意的神機單嗎 當然沒有啊 那你是不是很難搞 對 我是啊 就是感覺也很難 被自己已經做好的作品滿足的感 就是我通常不大敢看我做完的東西 那你到底有沒有看完 鬼才知道 看好幾篇 好煩喔 暫時不想再看 趁其抱怨 可是其實我可以理解這種心情欸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我也會很抗拒看已經拍完的東西 應該說大部分會覺得很害羞 嗯 YES 對 就是那個害羞的感覺 對 就是會 我記得我每次有片子在戲院首映 不管短片長片 我到現在都還是 如果在戲院裡面 我就會一直一下流汗 喔 就會覺得很尷尬這樣 對就是超級尷尬 很像我裸體站在台上 如果是返校那時候 然後呢 其實我記得他票房反應應該算好的吧 是不錯的嘛對不對 是是是 像你剛剛說其實很多現在一百萬就已經在開香檳了 那你們是在多久的時候 呃 多少票房的時候幫他開香檳 好像兩億吧 兩億你看 這很像那種短100分的學生 對 就是哎呀我不好意思我考了99 我昨天都沒念書 對 那我問你那你身邊的人 都給你什麼樣的回饋 他們都不大敢給我回饋 因為知道我已經夠煩了 你是會容易覺得壓力很大的那一種 啊對啊我就是會自己把自己陷入那個 無限檢討的回圈當中 他們不敢給你回饋我的媽呀 你那時候其實應該是有譬如交往對象之類的 對 你的交往對象也不敢跟你講這件事情 會我其實都是我在逼問他們 哦 對 然後他們就其實很好了啦 好了很好了 你不要再 那那時候你會不相信對不對 對我會覺得就是啊你只想問我 只是場面話一定有很爛的地方 你不敢跟我講 蛤我不知道你身邊的人都這麼虛偽耶 那不是虛偽 那不是虛偽 就是他們其實 當然還是會遇到就是直接跟我說 就是我覺得哪邊的問題 那種我反而都會覺得 哦我好想跟你討論 哦 你知道嗎因為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有跟你講實話哦 是是是 我有點忘了我當時用的名詞 但大意上是說 我覺得這部片充滿了讓人覺得可惜的遺憾 因為我說我看了很多片段 我可以感覺到 呃徐漢強他可能想做的一百分是怎樣 可是他沒有做到一百分 但是我知道他想做的那個一百分是什麼 你現在是想要強調你是一個很real的朋友 我超real好不好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我看了朋友的電影 我如果在那邊就是嘻嘻哈哈 哦在那邊說我都很棒這樣 對所以我覺得我要給一個很誠懇 但是又不能傷害他的評論 就是因為我如果這樣想說 欸其實我覺得蠻爛的 哦那這樣就是 就是很靠北 那就不用講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是講一些有建設性的 就是我覺得有好的 但是我覺得有些可惜的地方 對那像這種我反而會比較願意討論 對那如果說啊恭喜啊恭喜啊 那啊棒啊棒那種 我就會很想要飄走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接受誇獎 就是對 而且因為當你在製作過程中 你知道你很多事情 你來不及做完 或沒有能力做完的時候 我自己啦 我自己就會進入那個檢討模式 所以當聽到別人誇獎我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那個冒牌的症候群會擴大 嗯 因為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想做 但不是長量 哦我跟妳講他那個情況就是 他在考試的時候在寫考卷 嗯 深論題 然後呢都已經老師說現在要交卷了 他還就是等一下我還沒寫完 對對對 我還沒有寫完 對 老師在那個 老師一直在把那個試卷抽走 不可以再審了 對對 然後最後就會有人跟妳說 分數是不差 但最後可惜沒寫完 哈哈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還要你說 哈哈 我也知道我沒寫完 這個也有點像 我那時候去考那個 台大轉學考 你知道嗎 我考台大轉學考的時候 我的那個專業科目 我考試 我那時候拿到成績單 上面寫60分 我心想說完蛋了 才60分 我考不上了 結果後來我去看放榜 欸 我居然是第一名欸 什麼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心想 那其他人是考什麼 那其他人是來亂的 那妳有看其他人幾分嗎 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幾分 只知道就是排序上 我好像第一名 然後我心想說 這怎麼可能 我看了什麼 那其他人到底來幹嘛 來體驗的 對來體驗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情況有點像 就是他明明覺得自己考的沒考好 對 可是問題是他已經拿了兩億的票房了 那真的每天我都會覺得 每天都有點黃色 從上映那段時間 一直到金馬獎那段期間 我每天都有點 不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 現在情況是 變得怎樣 我一定搞不清楚 那你打開你的銀行戶頭的時候 有發現發生了什麼事嗎 可惜沒有 最有感覺的部分 其實沒有得到 因為那個成本太高了 我覺得這樣也是現在在拍台灣電影的困境 就是說 你拍電影終究就是一個非常花錢的事情 那台灣電影已經比好萊塢電影 韓國電影的成本低到十倍以下了 但是台灣的市場真的很小 所以你要回收的話 你還是要在你的成本的兩倍以上 才有辦法回收 所以換句話說 好你說我們返銷賣了兩億多 但我們成本其實快一億 所以加一加其實 我們沒有賺到 三千萬 加一加其實還有一億 然後開要反改誰 沒有就是所有 就是你戲院會先扣掉一半嘛 然後扣掉一半之後 剩下的錢就是先還給每一個投資人 然後你也全部還掉 如果還剩下的話 才有分幾%這樣子 也合理啦 這個就是其實 這個是應該說什麼 影視業的一個常態 沒錯沒錯 對所以其實有 我們只能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一些電影導演 他們在拍完電影之後呢 直接就是賣房子還債 我沒有房子賣 當然是沒有房子賣 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對對對沒有什麼好失去 要我賣我也賣不出什麼東西 我只能花別人的錢 那你有覺得在那之後 你在可能 因為你熬了15年 才拍了第一部電影嘛 對 所以在那之前你可能真的是 有一種不得志的感受 但是至少在過去這四年之間 你應該有一種就是 我講的話 大家多少要聽兩句了吧 對 但是這件事情 我以為會讓我覺得 怎麼講 好像終於我現在是 有做出一點成績了 Somebody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那個實感越來越少 啊 就覺得不踏實是不是 應該是說就是 我反而覺得 因為你在一開始 在十幾年那幾 十幾年間你在拍短片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希望說 OK有一天我要拍個長片 然後那場片在電影院 放很多人來看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想像在 但是當電視真的發生 或是拿了金馬獎 或什麼時候 那時候突然有點恐慌了 就發現說 所以我十幾年來就是為了 這些東西嗎 為什麼我一點都沒有感覺到 開心 怎麼辦 他講的那個 他講的這些煩惱都好煩爾賽喔 我要煩爾賽 他就是一個很容易聽起來很像 得了便宜賣乖的事情 對 但是就是 真的就是在 所以我覺得很 很恐怖的事情就是 那個空虛感你是 通常是講不大出來的 對 因為人家會覺得你都已經 有得獎 對啊那你到底在講三小 但我坦白講啊 我覺得某種良心講 我覺得沒有煩惱的人啊 通常也做不出 好看的作品 因為我覺得那種沒有煩惱的人 就是覺得什麼東西都理所當然 然後 然後 就沒有什麼想特別去探討的情緒 當然他很羨慕 我很羨慕那種 因為我覺得 Quentin Tarantino就是一個 超級自我感覺良好人 我記得他說過一句話就是說 好像是那什麼 那個 The Hateful Eight 那個八惡人那時候 不是劇本被洩漏嗎 對 然後結果沒想到他本來不是說不拍了 然後又說了一句 超級拽的話 就是我片子 不拍寫成劇本 就已經是Masterpiece 我覺得 我 等一下 可是問題真的是可能他在 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方式 他可能私底下也是在那邊講說 他自己在做 我覺得好高興 怎麼辦 那不可考 但是我意思說就是 好像有一些人是比較能夠 喜歡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但我好像是相反的 那我也看過很多導演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記得應該是返校那時候 我結束以後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有點卡在這個 我覺得好像有一些意義喪失的狀態 陷入一個存在主義的困境的時候 我就看了很多導演的訪談 然後發現 其實蠻多我很喜歡的導演 也有類似的問題 那你的人生當中 有任何一個讓你覺得 就是滿意而快樂的事情嗎 滿意而快樂的事情 好難喔 天啊 你的生活好 好讓人覺得悲傷喔 很沉重的一個人 至少譬如說像是 可能在暖暖的 什麼夏日午後 然後吃冰淇淋之類的 有在家摸嗎 小小的快樂 是啦 這種還有吧 但是你有舉例我好像舉不太出來 他聽起來只是在勉強接受你提出的 好像有這種東西啦 但是什麼我不知道 打電動吧打電動的時候很開心 那最近打一個你覺得最好玩的電動是什麼 我最近打完九日 哎呦喂啊 那這跟這個返校是同一個 開發公司所做的作品 那其實最近也得到非常多的好評 而且同時呢 他們在全球的這個 這個排行榜 Steam的排行榜上面 也得到很好的成績 那算是呢 就是 越在地越國際 另外一個代表 他們一直都是這個路線 對對對 你有想過你自己拍的電影 也有可能受到國際的青睞嗎 我覺得譬如說赤竹 我覺得赤竹他們的作品 其實一直都有把海外市場當作是 溝通的對象 對 我覺得當你有 前提是 你必須先知道 你要說故事的對象是誰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找到一個方法去 針對他們說出 他們也可以享受的故事 對 那台灣電影市場 或者影視市場 比較尷尬的地方是 台灣的內需的口味 跟海外對於台灣作品的想像 是完全斷裂的 光是說我們的感情系 跟他們預期的感情系 就會不一樣 台灣人的感情系 我們喜歡比較 煽情一點 比較滿一點 就是看到電影 就是要哭啊 然後就是放很煽情的音樂 弦樂給它吹下去 鋼琴的 為什麼好像想到了滿多東西 我也是 因為那樣子的 因為那個做法 在台灣是奏效的 台灣觀眾喜歡這樣子的 感情釋放 有一個感情出口的作品 所以近幾年有一些賣座國片 也是有這個路 是是是 我先講一下就是這部分 我們可能要把片名給逼掉 但是在我們公司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慣例的 一個什麼講 娛樂活動 就是我們有時候一起出去玩 譬如說我們可能去租了一個宜蘭的民宿 然後那民宿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電視 然後呢我們一群人就會坐在沙發上 吐槽嗎 我們會去開一部最近最紅的國片 像是什麼 喔 舉例來講 我們就是從頭罵到尾 可是我們覺得這樣很 很舒服啊 我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最常幹的是 對 就今天好無聊 找一部片來笑一下 就是讓大家一起喝酒 然後吃東西 然後一直吐槽這樣 對 但是就像剛剛講就是 因為台灣觀眾喜歡 比較通俗的表達感情的方式 甚至你在感情系的時候 要下的音樂 也有某種公式 你如果在那邊想要標新利益的話 別人就會覺得 什麼怪怪的 喔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個作品要推到海外去 他們就會覺得 對他們來講 現在台灣電影普遍很melodramatic 很酥啦 如果有什麼哭 就是要這樣哭 然後就是勝利死別是這樣表現 啊什麼慢動作 什麼諸如此類的 就是他們對台灣電影現在 國內喜歡的口味 就是真的跟國外是斷裂的 嗯 造成就是說 我們在做個作品 就變成要先考慮的時候 我到底要面向出 要是國外市場還是國內市場 所以你才能決定 你的表達感情的方式 要長什麼樣子 那但是你在製作鬼才知道的時候 有特別要避免這種 就是台灣國片常見的感情嗎 你們應該是說 北方一些 所以還是有嗎 對啊 因為我們的主要市場還是在台灣 啊 對啊 那下一次我們去那個民宿的時候 這樣可以 但是 但是 就回到我的個性上 就會變成是 我也不甘心 真的很全力的做這件事 譬如說你要去做很 生理死別式的那種 哭哭戲的時候 我也會很抗拒 所以我會試著把那個東西做得比較冷 嗯 但做得比較冷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 啊這場戲怎麼這麼冷 為什麼我不感情就吹下去 然後我就會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必須要捍衛這些事情 他會變得有一個微妙的平衡要抓 尤其以鬼才這部片 雖然他前面是一個很荒謬的喜劇吃 但後面其實走到滿個人的地方去 就是一個 我有點出賣我的童年啊 哦 對 就是把我人生中 困擾我前半輩子的問題 全部放進去了 嗯 因為他表面上你看就是他是在講 就是這些鬼為了要成名 他們要為了要被看見 他們要爭言鬥厭 必須要把自己弄得很可怕 但是當你真的開始做這電視 你反而開始不知道自己的樣子是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作為一個偶爾會創作東西的人 我先講 我們當然不是拍電影這個路線 所以我講一個我的想法 我在做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兩件事情 一個是Best Scenario 一個是Worse Scenario Worse Scenario就是我覺得 觀眾都超討厭他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也會幻想 Best Scenario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大家都都愛他 都愛到一個不行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覺得以鬼才知道來講 我覺得他的Best Scenario 我在我的想像裡面 因為我覺得他的原始的idea 其實我覺得是很酷的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一個情況 就是他其實在亞洲 可能一些華語市場裡面 獲得很大的發酵 很大的成功 大家都覺得這真的很好 單身民視的好萊塢電影 立刻發現這個劇本的這個潛力 單身民視的確他們 都翻拍喔 對 你是想講翻拍嗎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好萊塢現在這幾年 也一直在找很high concept的作品 所謂high concept就是說 它的概念是新的 然後很好理解 對很原創很新的這種東西 他們一直在找 因為現在好萊塢也 生不大出劇本來了 對 因為很多人在罷工 對 各種罷工 對 各種罷工 然後串流 怎麼跟編劇分紅 這些東西一直搞不定嗎 對 因為以前是靠票房分紅 但是因為串流之後 你很多數字是不透明的 對很多工作人員來講 他們原本的收入會 瞬間消失 所以這幾年好萊塢 你看到好萊塢很多片子 劇本開始變差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靠這個賺錢 我的確有感覺到他這幾年 他們一直在找海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今天他在 舉例來講在亞洲 或是華語市場 得到很大的一個迴響 我覺得有一定的機率 其實這個concept 他其實是可能會被接受 雖然可能你說裡面有一些東西 他會被改掉了 對 很台灣口味的東西 他會被改掉 他需要localize 我覺得像這樣有趣的概念 我覺得在好萊塢電影裡面 也沒有到很常見 那所以我覺得 他是有可能會被使用的 或甚至於其實好 也不要說好萊塢市場 像之前前一陣子 說日本或韓國 日本或韓國也有可能 像日本最近不是才改編那個 台灣的 消失的情人節嗎 消失的情人節 他改成快一秒他 快一秒他 我以為呢 他還沒有到 要被 去民宿裡面放的那個程度 就算是好看 那我心裡他不到就是 就是傑作 但是問題是不到 我要去民宿裡面 跟大家dease他的程度 就他 他還是有表現好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要拿來dease 你就會覺得 沒意思 就他沒有到那麼嚴重 不好玩啦 沒有那麼好玩 沒有那麼好玩 像之前那個誰 有一部片 我本來以為他是 可是後來發現他不是 就是邱澤當男主導那一部 那個 當男人戀愛是 對當男人戀愛是 我本來也以為他會想要吐槽的 可是我看完的時候我心裡想 其實做得不錯 其實他執行很好 對啊對啊 就是雖然劇情是真的偏慫 可是 但那個慫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就是因為 那是為了要本地市場 所以才 往那個路線走 可是因為他執行得太好了 包含邱澤 他都 他都演到很到位 是是是 然後我都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他可以演這種角色 是 然後我整個人大受震撼 嗯 所以害我突然間有一種 就是 激激錯亂的感覺 不知道 要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覺得那是 導演的 功勞很大 因為那個導演本身就是這樣 個性的人 所以他原來像是他附身在邱澤身上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對 他是一個講話超級好笑的人 反正總而言之 那部片是真的相當的 我覺得算是有給我下刀啦 那當然同一年 我還是有看到很多 我覺得跟 哈哈哈哈 只知道他去民宿播放的 哈哈哈哈 好啦 但是問題是 我很希望鬼才之道呢 就是因為我現在也還沒看到完整的電影 但是我現在對他是相當的寄予厚望 那 如果今天讓你 來推薦這個鬼才之道的看點 除了我們剛剛聊到的東西之外 對 你覺得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真的 一定要先讓大家就是去了解 看這部片會很 很有趣的地方 嗯 就像剛剛提到的就是因為 當你在看幾年前的前道影片的時候 你只會先看到一個概念 嗯 對就是喔 好像有很多鬼要試著要 要彼此鬥爭 然後出名這樣 其實那時候也就只有這樣而已 嗯 對那但是我們實際上 真正的電影的正片其實 就是在描述的是一個我覺得這個世代 很多年輕人會有共感的題目 嗯 對因為我覺得在這個世代裡面 其實蠻多人現在都苦在一個 不像我們以前的時候 我們二十幾歲會覺得說 好像你就定一個目標 然後你就往那個目標前進 只要你夠努力 你就會完成它 你就會得到一些回饋 嗯 對但是我覺得對現在這一輩的 年輕世代來說 其實他們從很早他們就對於自己 以後能不能做些什麼事情已經幻滅了 不是有一陣成的流行講說 反正我就來 嗯 躺拼 對其實這個故事的本質 是在討論上這樣的角色 所以你說你也是你自己剛提到的 就是投射 自己投射可能自己的一部分的東西 對就是那種你從小被灌輸的 就是你要出人頭地 你要有所成就要被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人 到一定的年紀之後發現 天哪所有我以前預期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那我該何去何衝 那只是說我們這些角色是鬼 就是他們到死了之後這件事還放不下 嗯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到後面的轉折會 為什麼說會走到一個比較感人的地方 就是他有點在觸碰這一個成就焦慮這個題目 所以其實他雖然目前包上了一個喜劇的外殼 但是你仍然希望在這最後呢 還是可以給人一些啟發 我覺得比較像安慰 安慰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電影裡面問的問題 是不會有真正的標準答案的 那是一個我們到現在都不會知道答案的 我就是可能不太知道的 對 所以就是 我是希望是說 所有有 曾經有過成就焦慮 或者是你覺得 你看不到你的未來該怎麼辦的人 可能會在這部片的尾巴 意外得到一個有點溫暖的安慰這樣子 其實二年看到那個前導片的時候 我真的有看到他的片名 連片名都是我嫉妒的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片名就是台灣人最喜歡的諧音樂 加雙重影響 對 誰知道 鬼才知道 我是一個超級不會取片名跟角色名的人 但這個我覺得算很厲害的片名 所以 可以 這名字我不是我覺得 就是 我有一個很長期合作 從AFK魔獸影片時期 就合作的一位翻譯 叫綠火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拍一部都是跟鬼有關的電影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簡介了 然後我說 可是我想不到角色名字 我也想不到片名 然後就不理解 為什麼一個做編劇的人 我也想不到名字 所以他就勉為其難地幫我想 幫我想了一些 結果我們就開始討論來聊 然後就聊到說 好像可以玩一個 就鬼片的諧音梗 但是可能比較符合我們這部片的主旨 所以後來就想到鬼才知道 然後 英文片名也是要想的 喔 欸 英文片名是什麼 英文片名叫做 Dead Talent Society 喔 就是在二稿那個春風話語 對 我知道 就是那個 Dead Point Society 死詩人社團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那個 但是誰知道春風話語 你知道春風話語嗎 我是阿卡佩迪爾嗎 喔 竟然知道 哇賽 對 竟然知道 了不起 這部片就是一個 不禁開始要來懷疑你的年紀 哈哈 沒有 因為以前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很愛放 對對對 學校老師最愛放這部片 對啊對啊 對 但是那我覺得老師放這片 在我心中是覺得蠻詭異的地方 是 那你們有做 是是是是是 你們有做一樣嗎 對對對 不要小心害學生去製造 哈哈哈哈 真的 對 就是當時我們就在想英文片名的時候 他就突然丟這個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因為這個英文片名雖然很酷 可是我也是第一個我覺得台灣人可能知道的很有限 那實際上是丟到了海外市場 我覺得大家 我也蠻懷疑 有多少人來知道這個東西 會啊會啊 我覺得對海外市場來說 這一個英文名字 就是在Poist Society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Classic 啊 所以就像教父那樣 你不管過了多久 你都會知道教父 嗯 對 你都會知道什麼 蠻牛 計程車司機 然後春風花雨 所以我覺得最起碼他們會get到的是 他是一個在二搞那個名字的片 所以本身的那個態度 可能就可以有一點出來 那至於知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就不可靠這樣 那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名字 所以你說也是請那個綠火來幫你取 對對對 所有角色的名字都要取 哇塞 那我可以問一下 女主角叫什麼名字 你說王靖的角色 王靖的角色啊 王靖的角色我們 我們就後來就決定不給他名字 我們就叫他同學 蛤 對 他的名字就叫同學 就是從頭到尾每個人叫他 就誒同學 誒同學 誒同學 算很local的那個 對對對 就是他們都很像演員嘛 在拍片現場的時候 很常發生一件事 就是啊那個 誒波琳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阿榮榮那個 對 但是如果你叫的是靈演的時候 就誒那個同學 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就是麻煩各位同學 站到那邊然後從那邊跑過去這樣 對 就會有一種 其他人都是卡 就他不是卡的感覺 喔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都避開去彈 去讓其他角色叫他名字 或是每次他試著要講名字的時候 就會被阻止 OK 但這個應該顯然跟綠火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 那就是他的 對 就是他的點子 依然是他的點子 哇 那這個朋友對你來講非常的重要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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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都開玩笑說 我們不是那個死靈法師叫Necromancer嗎 對對對 那時候他叫Nemcromancer 哈哈哈哈 就是 那時候如果我們就要上職稱的話 就幫你上Nemcromancer 哈哈哈哈 就是那時候我會把 不存在的角色名字生出來 哇塞那我等於一開始就問到了一個 算是就是魔王級的題目 沒錯 那男主角的名字呢 就是他在劇中叫Makoto 為什麼我們給他一個奇怪的日本名字 是因為我們設定他是一個 90年代不紅的偶像歌手 那時候偶像歌手都會取藝名 對 很愛就是用 取個英文名 或是一個綽號 甚至有些會用日文 就是製造一些異國感 對對對就是覺得那樣比較酷吧 就是Makoto陳柏林這個角色 他在故事當中其實有點像是一個 江湖狼中心的人 他會一直講幹話一直講幹話 油條啦 對對對然後 像房地產業務 對對有謎之自信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是真來假的 但他根本不給你反應時間 他就拉著你去做一下一件事情 他在裡面是那種節奏飛快的人 所以就是我們就想說 這樣子的人應該會 感覺他名字應該會有一個 誠實的成這個感覺 對 所以成的日文叫Makoto 因為銀行啊 你知道有一個銀行好像也是這個名字 那Makoto Bank還是什麼之類的 也是成什麼東西 對 我記得在台灣也曾經有 有註點過 嗯 好啦不重要算了 這個地方可能會剪掉 你幹嘛替他對自己說的話 失去心 搞不好有聽眾覺得很有趣啊 不過這一段是個很無用的資訊 就是聽君一席話 奴隸一席話 對 就是 所以我們就想說要給他一個人 像業務的名字啦 就是成這個字 然後加上一個是偶像 所以就叫Makoto這樣 哦 然後但是故事裡面大家會叫他 兜歌 哦 兜歌 對 但是那個兜我們寫成 寫成中文的時候 就會把它寫成像把兜東西的兜 啊 兜歌 因為他是負責把大家兜在一起 哦 不是兜歌喔 不是這樣 兜歌不太好 哈哈哈哈 你找兜倒 又差到一個可能會被剪掉的話 但是這題外話就是說 因為呃 這個可以講嗎 我想一下好了 我前陣子就去一個朋友的店家 他這個算是一個 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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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有點難過 對 為什麼對話會倒向這麼悲傷 哈哈 對 而且好像得到了一個奇怪的標籤 對 對 到底怎麼走到這裡去的話題 你怎麼走 莫比其然 不是在介紹陳柏林嗎 因為你剛剛在那邊講什麼兜歌 然後我才會想說 兜歌啊 兜歌 對 你講兜歌的時候 我其實有猜到你應該是指那個兜 但是第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直接說 哦 兜歌 我心想說不是 你有沒有在聽人講話 不是 兜歌是你講的 不是我 有一點你說還好 不是我帶回去 不是我帶回去 明明是你講的 應該是吵架在這節目收尾在吵架 對 而且要吵一半的時候被剪掉 要吵一半就被打掉 好啦 那我覺得最後我覺得說 你還有沒有什麼 就是你覺得 想要跟聽眾分享 就是關於鬼才知道這一部點 還是其實沒有也不會講 講早點下班也沒關係 我不知道 通常我是最不會講結語的 沒有沒有你結語可以跟我們講啊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關於這部片 你有沒有什麼 就是你覺得還很想分享 就是他很酷的地方 你想要讓他知道 譬如說你們這一次的特效呢 特別重金聘請了 這個好萊塢的什麼 倒沒有 應該說其實這部片子的主創 絕大部分都是返校的班底 所以很像是 我們把同一批人來抓來 上次拍超嚴肅的東西 然後這次亂拍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對 常常就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當初在做美術 最後做返校的那些那種 精緻的美術的美術組 常常都會拿了一些很瞎的東西 來給我看說 導演這樣子夠愁嗎 就那個壞品位要怎麼掌握 很有趣 我就看到所有的那些 很厲害的工作人員 在這部片子裡面 一起精神崩潰 不是啦 可是問題是他這樣講的意思 好像意思是說 本來那些在做嚴肅電影的人 現在被他抓來抓搞笑的電影 可是事實上 他好像在 等於是在說 其實這些 曾經跟他一起拍返校的同事 他們其實在 譬如說好 你剛才講美術知道 他在設計這個返校的場景的時候 是邊哭邊做的 因為他這個演出 當年的歷史 真的是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不可能是這樣吧 沒有啦 基本上 我雖然 可能不一定應該這樣 但是我覺得 他們可能在做那場景的時候 很開心啦 很開心 基本上都在講幹的吧 沒有我覺得 因為美術是一個很奇妙的生物 就是他們就會自己做那些質感 在做那些東西 也會覺得很開心 還是很隔人 對 那有些人會一邊弄著屍體 一邊橫隔這樣 他會以為阿漂亮喔這樣 這個場面 又想像了覺得很乖 對對對 就是那是他們的樂趣來源 對 所以並沒有說就是因為做返校 他們就 就 知自有在那邊哭 對 對 那但是就是做鬼才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次有很多的 美術需求其實是 想要往有點壞品味的方向做 我懂 比較慫阿 或者是那種可能老一點的電視的品味 這是比較像那種大學夜教的鬼的那一種 對應該是說可能更早 大學夜教 大學夜教阿 你沒參加過 我也沒有參加 什麼叫夜教 就是那種會銀心的時候 我一直昨天才看到題目我才知道 以前夢過叫夜教阿 我根本不會參加這種活動 那個都會被搶破 銀心試膽阿 對啊銀心試膽 然後大家都會辦成那些很廉價的鬼 對 我跟妳講一下 我們學校的銀心活動都在幹嘛 怎樣 我以前念的第一所大學 福人大學和銀心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是要去外宿嘛 他有安排一台遊覽車把大家載上去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 我是唯一一個 我跟他講說 我不用坐遊覽車 我自己騎著一台 打檔車 你幹嘛 你幹嘛搞不屁喔 然後 然後呢 而且是就是有很大大幅改造過的 很帥的打檔車 然後我一個人就 然後騎到了現場 然後大家到了 已經到了 然後我才從那個地方這樣繞進來 這樣 痠痠來遲 痠痠來遲 就說OK我到了 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 所以你沒參加過夜教 沒有 跳過我那一段 沒有完全跳過 那導演為什麼也沒參加過 你那時候沒有這種活動 痾 我覺得那時候的四星大學 尤其廣電系啦 都是一群不大喜歡團體活動 就是我們很善賣 可是你們都需要團體作業 對啊 對 但是可以不要就不要 真的 就是我覺得四星那時候的氣氛啦 我們那時候的氣氛很有趣 就是大家都比較愛玩 不喜歡參加官方的活動 喔齁 對 所以銀星就是吃個飯 好好好 學弟學妹 喔好謝謝 掰這樣 然後就可能再也不會見到他們這樣 就是想要自己去找自己有興趣的人玩 不想要被迫 氣氛這樣 對就是那時候是新廣電氣氛 就是我們是 我們都被說就是我們是廣電系的電影組 電影組是裡面大概最不合群的 我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我突然忘了 對 像是那種老節目啊 你一直說其實這裡面會有很多 我們在長期看那種恐怖片裡面 然後一些最俗爛最苛舊的一些場景 可能就會跑出來 或者是一些可能在八九零年代的那種 就是電視節目 那有裸女嗎 倒是沒有 不是啊 可是八九 你有什麼執著 八九零年代的恐怖片 一定要有裸女 是是是是 這是個公式 我跟你講 而且在開頭就要有 對那個時候那是賣點之一 所以那時候的鬼片是限制級 多半是 沒有我跟你講 對 我跟你講 性跟恐怖常常會被放在一起 而且他們會 而且那時候恐怖片它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就是它一方面明明就是要賣色 可是它又想要告訴你色不好 所以它會有一個 就是上完床的人會被殺 對 或者生出鬼寶寶之類的 那個鬼寶寶又是比較 也是有 也是有啦 也是有啦 就是另外一個邏輯 對對對 它指的是好我們開場一定通常都會有一個 可能是主角的朋友 主角的同學 然後他們會偏白目 對 所以它可能在草叢裡面突然之間就開始要打炮 對 然後做愛 然後露出胸部 你一看他露出胸部你知道 刷賽 下一個時是他 對 直接立齊 對 直接可能就突然之間就在那邊說 我們要來做愛的時候 剛講完話一把大刀就從他的胸口直接插進去 這樣子 有一陣子恐怖片很愛這樣子 抓交替什麼的 對 然後女主角會很有趣 就是他身邊的那些朋友一定都是 因為大家都是可能 每次恐怖片很喜歡走那種YA片的邏輯 就是大家是大學生 一群人 對 大學生 去一個什麼地方玩 對對對 然後那一群大學生 可能大家都會很積極的想要探索 就是性愛啊方面的一些事情 只有女主角特別的古板 對 女主角就是一個正經很正直 然後不會做壞事的人 對 很喜歡同情人 正義模人 對 他可能交往的對象 可能一直想要說服他說 我們來婚前性行為 對 但他就是不要 但也因為他不要 所以他不會死 就是要教導你那個他的價值觀就是 婚前就是不能性行為 你看你 就是感覺應該也沒有這個意圖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變公式了 那個是八九年代公式 所以你沒有這個東西 其實玩的比較像是 太讓人失望了 對不起我先道歉了 我們玩的好像比較是 這種比較日式或者是 這幾年你看到那種鬼片的樣子 對 那當然主要還是是在 那有電視機嗎 有電視機 我賓果猜中一個 那一定有牆角的東西嗎 電梯 牆角有電梯 沒有人的旅館 房間 廁所 廁所 然後 詭異的長廊啊 詭異的長廊 對啊 就是大概就是這些長期 我們裡面用了蠻多就是 台灣常見的都市傳說做藍本 我們就想像那些都市傳說底下 都是有一個鬼在 一直在重複 用同一招在下人 對對對 洗頭洗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之間出現第三隻手 那蠻舒服的 有咒怨 對咒怨 加效率嘛 那過去一點 所以其實就是會 我們可以期待就是可以看到 非常多經典恐怖片的橋段 沒錯台灣人熟悉的一些元素 而且如果你是那種 怕看恐怖片的人 也不用擔心 因為基本上它是喜劇節奏 對對對 所以你等於可以用一個很安全的距離 去欣賞這些本來很恐怖的內容 對對對 我們不大惡意一下觀眾 對 就是會出現jumpscare的時候 都是 我們很像在看球賽轉播 好 等一下進行jumpscare 大概是這種節奏 就像是戴著保險套 去看電影 沒錯沒錯 不用害怕受傷 不知道要受什麼傷 對 對 然後就是也會反轉一些 就是我們通常你在片子裡面 看到的活人都很笨 嗯 就是你越不要走那邊 就硬要走那邊 然後就是 所以他們就會自尋死路 喔這個也是恐怖片的經典橋段 對啊 就是會有人 就是一定要離 對啊 一定要單獨離開 單獨行動的智慧 對 真的 或者是說你遇到一個不該去的地方 你就偏要去 對那時候禁止進入 就一定要開門 對對對 還有一個聽到奇怪的聲音 一直往前走 欸 那個為什麼會有聲音 對對對 就是 那我們裡面的 背下的這些活人 相對的比較刁鑽一點 因為我們在表現那種 就是鬼現在要嚇人 其實不容易 因為每個人都太容易分心 嗯 譬如說可能手機 邊滑手機邊走 沒有看到鬼 對 本來在滑手機通常有個鬼 這樣出現 喔好像要可怕了 喔訊息來了 就會有很多像這樣子的橋段 喔 對 所以不喜歡看鬼片恐怖片的 我覺得也是可以放心享受 應該是說看完之後 你可能會對更 會破壞掉更多新陳恐怖片樂趣 對 那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 欸不會啦 我覺得應該說是對於那些 俗爛恐怖片的抵抗力會變強 對 但是我覺得對於真正傑出的恐怖片 說真的這個不是 是是是是 不是鬼才知道的 這部電影可以破壞的 嗯 對對對 就是真的有很厲害的鬼 嗯 嗯 對 對 他們真的可以做到神出鬼沒 非常感謝今天徐漢強導演來到我們的現場 沒錯 那他也是我非常多年的一個老朋友 那 我們也希望鬼才知道上映的時候呢 可以獲得非常好的回響 好啦 也讓他們改編成好萊塢電影 找布萊德比特 對 拜託給我錢 哈哈哈哈 拜託給我錢 布萊德比特 哇 很讚 讚 開始許願 開始許願 那我們可以直接最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自己列心目中你的這個角色代換好了 對如果要換好萊塢版本 那陳柏林要換誰 快的比較不錯啊 快的比較不錯啊 這會變有點老 相較之下 那因為本來我們就要做那個角色就是有點 有一條 有點年紀 你說George Clooney也可以啊 啊 啊 他很像 他很像這種角色 他很像那個感覺 那女主角 張蓉蓉呢 張蓉蓉也蠻多可以換的 你說Emily Blunt也很好啊 哦 對 如果他不願意演的話 我們還有那個 格子 反正不會有人發現 有吉祥戲換成他 對 Em好像長得不大一樣 但是說不算來還怪怪的 哈哈 那王靖呢王靖你想換成誰 他那個角色 現在好萊塢有什麼代表人物 一些 啊那個芭比裡面 不是有一個很常被忽略的一個男配角 那女生啊 女生啊 好想要公殺小王靖呢 不是啊不是啊 有時候改變可以那個白換黑這樣 因為那個角色要看起來 有點沒有存在感 但是沒有存在感 就是有點懦弱有點沒自信 沒有存在感 可是王靖哪有沒有存在感 王靖那麼可愛 所以我們用造型把它看成 把它弄成一個奇妙的人 王靖真的會被換成黑人 要被換成黑人 你沒有不好啦 你沒有不可以 黑人的話是誰啊 跨性 最後又Rendaya Zendaya其實很屌欸 對啊我說最後又她這樣 Zendaya很屌欸 可以可以 好啦那沒有問題啦 謝謝 我們大概知道這個 這個就交給了 現在你大概已經可以知道 陳梅華多少錢 超貴的 好啦非常謝謝徐安強導演 那就請大家8月7號的時候呢 可以就是進入電影院 然後去欣賞這一部鬼才知道 OK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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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